近日疫情稍微放緩 很多場所和服務都重新開放 但是第三波疫情的重災區安老院舍 仍然是藉絕探訪 很多院友已經兩個多月 未見過家人 他們的心情是怎樣呢 梁嘉儀和一對母女聊過 媽咪 喂 媽咪 媽咪 這個星期有沒有做運動啊 什麼運動啊 就是拉一下手那些 沒有啊 沒有啊 你這麼懶惰的 待會再試 這樣隔空對話 已經成為兩母女的新常態 阿May除了六七月疫情緩和的時候 可以去老人院探過84歲 中過風的媽媽幾次之外 這大半年來 他們都只能夠這樣聊天 平時我們都會很close 有時會搭著她 跟自己真的見面相差很遠 往常其實我隔天就上去院世 幫她整理一下衣服 還有剪一下指甲 塗一下臉箱 那些 二月初 院世已經開始停止探訪 我叫高梁 叫她聽電話 她每次都哭 我看到她哭 我更加心痛 但是疫情又會解釋給她聽 現在是多麼嚴重 不用去酒樓喝茶 都有點心吃 看不到家人 婆婆又不能出去 院世就安排活動 好像是假裝喝茶 不過婆婆最想的始終也是 我很乖 很乖 很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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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見 行了 你知道我只顧著你便行了 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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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希望 永遠都是希望 每一年我都能抱怨 應該 知道 可能不能抱怨 不會 希望中秋節來到 知道嗎 真的 希望 希望 每次拿物資給她 我自己都會寫一張小卡 鼓勵她 不想告訴她 我很想念她 二來媽媽中風 可能她 有時候我電話說完 她轉頭就未必記得了 寫在小卡 叫她搓手 她說 知道我拿東西 她便會幻想我在樓下 她便會很開心 最希望疫情快點過 可以一起吃月餅 最重要 希望大家保重 早日會見到面 還有我愛她掛著她 有線電視記者梁嘉儀 有線電視記者梁嘉儀